拜登政府上台後的首輪美中高層會談中 中共外事辦主任楊潔篪聲稱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那中共到底吃哪一套呢? 有人曬出楊潔篪的照片朝鋒說 這是楊最想刪除的照片 網民感嘆 他們只是吃特朗普大帝那一套 中共政治局委員楊潔篪 日前在美中會晤首日 一開場就敗出戰狼姿態 顛倒黑白的評擊了美國近17分鐘 而且不顧外交禮儀地宣稱 美國沒有資格居哥臨下與中國講話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他還提醒美國停止向全球吹捧美國的民主 事後有推特網民 分享當年時任美國國務卿提勒森 與蓬佩奧分別接見楊潔篪那時的照片 該網民表示 照片雖然反映的當時雙方互動的一瞬間 但估計這是中共官媒絕對不敢刊登的 如果楊潔篪當面對待蓬佩奧 那就等著捱收拾了 另有不少網民表示 怪不得要變戰狼 這大概是老虎羊最上山的一張照片 這就是中共面對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差異 網民分享的照片顯示 楊潔篪在2017年3月和2018年2月 兩度以中共國務委員身份前往華府 求見時任國務卿的提勒森時 態度顯得低調 謙公 2018年10月和2020年6月和蓬佩奧見面時 楊潔篪更是惠惠惠惠 一副奴才相 網民們感嘆 中共欺善怕惡 只吃特朗普大帝那一套